我们至少会用到几个函数 第一个 Raw函数 Mid函数 Core函数 IfAir函数 跟Sump函数 外面的话呢 还要执行一个阵列 那执行阵列有点像是VBA回圈 但是它是在哪里执行的 它是在这个 资料编辑列 就一行里面的发表 它把可能VBA要写个十行的东西 全部在这一行要全部搞定 而且还不能出错 这里面写错了还不行 所以光写这些东西 我之前讲完之后 很多同学就说 老师 你干脆教我用VBA写好了 你用这些方式写 太难了 即便你写完了 你还是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后来我发现 干脆像这种东西 直接用VBA写 会比较 反而变简单的 所以有些复杂的东西 千万记得 可以 但是不建议 尤其像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大瓜糊 之前的同学还是自己用 加个大瓜糊 不是 一定要Ctrl Shift 加Enter 才可以 不然的话没办法执行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VBA写 用VBA写 可是用VBA写要怎么写 我们大概讲解一下 待会我们需要的结果 就是可能会有六个按钮 这六个按钮的需求是这样 我这边有原始资料 假设这原始资料里面 我想要先从数字开始 因为还是按部就班 我讲过程式 不是说一次就全部到位了 没有那么厉害的 即便我写了 我一定还是先从简单开始 不然的话 很容易出错了 说真的 即便你写了很久很久 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有时候即便像写东西 还是先从 就是盖楼一样 一楼一楼盖上去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试着写出什么 假设我希望算出 里面有几个数字 帮我把数字填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边第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会帮我算出外 这个没有 这里面有三个数字 这里面的话没有数字 OK 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所以你要想一下 那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 跑个回圈是必要的 那回圈的话 做什么呢 先把第一个字抓出来 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数字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增加一个 也许是一个抗着变 就是计数的一个变数 抗着变数的话 也只要抗着等于抗着加1 抗着加1就是把它加起来 加1 有没有 然后如果下一个字再找找看 是不是 是 然后就是再把它抗着加1 因为这不是 所以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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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抗着里面是0 所以输出0就好了 大概逻辑是这样 OK 如果说你 我刚讲完 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以后的程式就比较没问题了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还要多练习一下 那第二个是非数字 它非数字跟数字其实逻辑刚好颠倒 所以其实你这个会写的话 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了 有没有 OK 非数字就是颠倒 反正它就是不是在那个数字的逻辑里面 那留下数字的话就是不是算几个 而是累加 累加意思说把这个4的资料呢 那个字帮我放在就跟刚刚一样嘛 就是把那个字串呢 s等于s加上那个字放进去 下一个字也是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留下数字 假设我这个留下数字是 把数字部分呢帮我留下来 不是就跳过 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数字就OK了 那英文的部分的话 这种东西 真的不能用人工来做 用人工来做呢 真的会昏倒了 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 我发现真的还是有人每天就做这种事情 点两下 英文的部分 有没有 复制贴 复制贴 所以我发现 我把那个影片放YouTube上面 很多人看完之后就很感动了 一定赶快来上课 对不对 因为他每天都在复制贴上 我发现很多人留意就是 看了之后真的 感觉一定要来学 不学的话 怎么可以准时下班 留下中文的话呢 怎么做 只有Nokia 只有一个字 最后把它清除掉 大概就这样 所以有六个按钮 以后的话 其实 这考证照也类似像这样子 他就给你一个题目 你把它做对 交券 然后呢 70分以上 就给你一张证书 但是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范围 可能一百题啦 你就是 也没有固定题目 就是给你类型 但是没有 类似像 给你这个 比如说VVA可不可以弄个证照 也可以啊 我设计出来 你帮我把程式写出来 如果你写过的话 就给你一个证书嘛 上面 我 吴老师帮你签名 盖个章 对不对 可不可以啊 表示是我认可的 但我要负责任就是了 只是说 这种事情 好 不过你们也是要有结证书啦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 请各位 先试着把题目打开 然后想想看哦 OK 那其实第一个 应该也不难啦 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我们大概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数字个数这一题 你可以怎么办 for i等于 这个范围指的是 我要的这个范围 这个for的话呢 是指里面的字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办 for追啦 也许里面 那个外面的这个是范围是i 然后里面的资料用j来表 第一个字到它总长度 所以我外面可以l1n 然后呢 把这个字整个放过来 算一下几个字 比如说这边有五个字 所以从第一个字到第五个字 总长五个字 那我怎么判断呢 特别注意哦 我如果要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会有这个范围是47到58 哎呀 老师47到58我怎么知道 其实呢 主要是根据什么 根据那个ASCII内码表 所以你可以云端 这边有一个 ASCII内码表的话 你可以什么 去Google一下 会有个ASCII内码表 就这里 ASCII 那这个是美国设计电脑的时候 它就把每个英文 数字符号控制码 给它一个位置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什么呢 找那个 特别说红色字 是将来输出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 它一定是在这个range里面 有没有 48到57 所以如果小于47 大于50 不应该是什么 大于47 小于58 那不就是数字部分吗 对不对哦 那我刚讲过 如果是以下函数是用Core 但是呢 VBA的话呢 它是用ASC ASC这个函数的话 是你把字给它 它会告诉你它的位置是多少 OK 所以如果1给它 它就告诉你1 它就查表 它给你69 69 是不是在这个range里面 不是 所以不是就不加1 OK 所以也许看一下 另外的话呢 比较麻烦就是说 英文部分 因为它有大小写区别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大写的位置 65 到多少呢 90 那这边还有97 到122 大写小写 诶 问题来了 大小写怎么办 不然很简单吧 你干脆全部转成大写 有没有 所以哦 你一个小写 进来的话 把它转大写 再来判断 那不就不用判到两次了 不然如果你要 大写判断一次 小写判断一次 那逻辑不是很复杂吗 所以干脆怎么样 把小写 先转成大写 要不是把大写转成小写 这样就判断一次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另外的话 中文怎么办 其实中文 它是后来 因为美国设计 那个电脑的时候 根本不会想到 其他语系的问题 他只有想到 都是英文嘛 所以呢 中文日文韩文一堆 有没有 语言都是后来加的 后来加的话 就是不在词 限 以内 以外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回来的ASCII Code 如果小于啊 富的 或者是大于 这个范围的 就一定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 一定是中文 如果是日文韩文 但它也是会包含在里面 不过里面我们没有韩文 也没有中文 所以基本上就叫做 非数字 非英文的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中文看待 OK 所以逻辑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 先大概 第一个把那个题目先打开 第二的话呢 思考一下 有没有如果最好的话 因为以后 我希望如果题目给你们 你们就自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的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种训练 不过我相信 应该会有点困难 不过 如果在这个课程结束 以前你慢慢有那个Fu的话 就你看到那个程式 马上可以写出来 那恭喜你 以后的话呢 你会觉得 以后不管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 马上 就会有答案 如果你可以马上就有答案的话 哇 你以后工作 真的应该会 如鱼得水的感觉 不过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那我们这个课程 基本上就是希望 能够帮各位把这个能力给训练起来 所以慢慢后面还会有更多 更 在进阶的一些 相关的案例 那也许回去的话 如果你有没有时间 就自己再把这些 慢慢再做练习 所以在第一个单元 也许这些题目 我没办法全部讲完 不过回去的话 你可以再自己花一点时间 试着把它做做看